歡迎收看電玩材蘇沛 我是主持人 曹宇 一年度的台北國際電玩材又登場啦 這次呢現場登場的有將近三百款的遊戲喔 其中呢還有許多未上市的家計大作 現場都有提供試玩 想必人頭肯定是相當兇友 那事不宜時我們一起來看看 有什麼好玩的攤位吧 一開始為大家帶來的是獨立遊戲專區 有超過150款作品讓玩家體驗 開發人員也都會在現場 想要面對面的和他們交流 可不能錯過這次機會喔 專區內也特別設立獲獎團隊展示區 想知道在獨立遊戲界有哪些大神 就趕快來瞧瞧吧 A06攤位505 Games 帶來的夜城狂想 是一款賽博龐克風作品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 自由決定如何度過每一天的生活喔 製作人特別推薦 喜歡賽博龐克的玩家 可以來攤位體驗這款遊戲 除了夜城狂想 505 Games 的百英雄傳 也在結識燈攤位展出了拍照區域 1月26日在結識燈主舞台 也會有製作團隊專訪 對遊戲製作內幕有興趣的玩家 記得準時到場參與喔 看到這個Logo就知道我們現在到了結識燈攤位 其中映入眼簾的卡普空專區 除了有備受矚目的為上市星座 龍族教義2開放試玩 快打旋風6現場也提供大型搖桿 讓新手也能感受復古的階機對戰體驗 各位獵人們看過來 魔物獵人除了有美美的大型看板 與限定活動之外 也有販售桌邊商品 主舞台也會有挑戰活動 想成為最棒獵人就靠這次了吧 魁威四年 再度參戰台北國際電玩展的 萬代南夢宮娛樂 這次帶來了多款未上市星座 讓玩家試玩 像是眾所矚目的 Final Fantasy 7 重生 除了可以親自體驗全新系統 聯手能力 聯手動作 流暢的戰鬥畫面與精緻場景 更讓人目不轉睛 整場內還有角色模型與實體遊戲盒 以及角色看板供玩家拍照留念 這麼有誠意的攤位 還不快點來逛逛 鐵拳8 全新戰鬥系統 也讓眾多玩家紛紛前往試玩 不管你是系列粉絲 還是想嘗試格鬥遊戲的玩家 都可以來體驗看看 符合現代玩家的格鬥新作唷 其他像是 《重速迴戰雙滑亂5》 也有提供搶先試玩 這麼多未上市遊戲 來電玩展絕對先充萬彈了吧 此外 太古之達人 東東雷英記的全身東起來 和健身鼓棒也提供現場試玩 想知道健身鼓棒 會舞起來是什麼感受的玩家 趕快來排隊囉 《熱天堂》這次陣容十分豪華 有招牌的瑪莉歐與路易吉 最可愛的粉紅惡魔卡比 寶可夢等拍照專區 以及《熱天堂》本家遊戲體驗區 除了《熱天堂》的遊戲之外 其他廠商的遊戲也在任天堂攤位展出 像是SEGA索尼克超級巨星 不但有現場試玩 還有眾多人氣角色登場和玩家合照 KONAMI則展示了首次繁體中文化的 《淘汰狼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也是定番 想邊玩遊戲邊學日本地理的人 趕緊入手這款遊戲喔 還沒上市的《賽馬娘 Pretty Dabi》 熱血喧鬧大感謝祭 也提供玩家搶先體驗 最高可以私人同樂 這像素風格的賽馬娘是不是很可愛呢 還在猶豫要先去拿一攤嗎 《熱天堂》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看到LOGO與臥龍的海報牆 就知道我們來到光榮特固摩拉 只要在現場挑戰 臥龍蒼天允落完全版指定關卡 就可以拿到試玩參加獎迎搏海報 通關甚至可以拿到 報仇雪恨落街硬花帽梯 帽梯數量有限 各路高手快來強啊 最後我們來到了雲豹娛樂 這裡有未上市的地球再次變四方 數位方塊地球防衛軍2 以及地球防衛軍6 提供玩家搶先試玩 參加活動還能得到限定徽章 此外人氣周邊商品數量有限 想收藏的玩家動作要快喔 以上就是2024台北國際電玩展夾擊遊戲篇 看到這裡大家是不是覺得少了些什麼 沒錯接下來就是Showgirl時間 送給沒辦法來現場的玩家 福利滿滿的畫面 看完別忘了訂閱電玩宅速配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消息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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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